大家好,我是小熊多了,安全教育开始了! 为什么不能用激光笔照射眼睛? 小朋友们,你们知道激光笔吗? 如今啊,激光笔在小朋友中间越来越流行了, 还有一些小朋友用激光笔来晃同学的眼睛。 专家提示,如果用激光笔直接照射眼睛的话, 非常容易给眼睛带来损害,甚至会造成永久性失明。 由于小朋友们的视网膜特别薄, 而位于视网膜中央的黄斑区, 更是视力最敏感、最脆弱的区域, 特别容易被激光笔的光束伤害。 如果眼睛被激光束刺伤以后, 黄斑区域就会出现裂孔, 眼前就会出现永久性的黑影。 就算是通过手术治疗,也很难恢复到原来的视力。 专家还介绍说,激光笔照射出来的光非常非常的亮, 这对孩子的吸引力也很大, 有很多孩子购买功率大、特别亮、威力强的激光笔。 但是这种激光笔对眼睛的危害也很大, 如果将激光笔的光束直接照射到眼睛上, 很容易造成永久性失明的。 所以啊, 小朋友们以后还是尽量少玩这有损健康的激光笔吧。